猫眼神一惊,案例讲你听 可比同行高出了许多 后来又推出了独家的定制餐饮 比如说有八种配料选择的汉堡 牛排能选几分数 关键是啊,老美也不差钱 每端配送费15元起步 一顿饭算下来可比饿了吗还贵80% 照样不少人买单 最大的赢家还是石派市 一边收取高额的配送费 一边收取商家高额的佣金 活得还挺滋润 如今,他拿下了两大外卖巨头忽略的市场 在细分领域占据90%的市场份额 成了业内的隐形冠军 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外国人的生意 也能在国内做呢